第23届汉语桥大学生中文比赛印尼赛区总决赛在雅加达顺利举行 20多年来汉语桥中文比赛在印尼不断发展壮大 关注和参与汉语桥比赛的印尼年轻人越来越多 2024年全国汉语桥比赛在雅加达中区隆重举行 现场共有来自13个省份的选手晋级总决赛 所以从汉语桥这个活动项目举办的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来看 我们通过汉语桥比赛能够激发出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 2027我皇后大开了新博学习中文 汉语桥中文比赛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很难忘的经历 尽管在表演前经常感到紧张 但他们都如此积极地参与这场备受欢迎的比赛 为了展现最佳的表现 学生们早已做好中分的准备 此外指导老师也为学生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来自棉兰的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今天就是参加比赛就很紧张 就是从我高中开始呢 我就看到很多我身边的人参加了这个比赛 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我们就大概准备是从4月开始的 我们就在自己的学院也有校内 然后苏北省区的选拔赛 然后就是到这边亚加达的 大概就几个月吧 然后我觉得困难的话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没有接触过 有关戏曲方面的 所以就为了要表演好才艺 就得不断地去练不断地去学 我来自西嘉省昆天城市 我觉得今天很紧张 因为已经准备了 然后今天终于可以去表演 我觉得这个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自己总是觉得不自信 所以这个比赛也是帮我学习 怎么变成更自信的人 评深对印尼学生在汉语桥中文比赛中 展现的卓越能力感到荣幸 他们也表示参赛者的汉语能力 每年都在提升 无论是在演讲 才艺表演 以及口头问道环节都表现出色 令人印象深刻 不同的环节的话 我们这个评分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演讲比赛 那么肯定是他们的发音 对吧 然后舞台表现力 然后这个内容 然后呢 这个问道环节的话 就是看选手是否理解题目意思 然后是否有抓中这个题目的中心 然后再比如说才艺表演的话 看他们的一些舞台表现力 是否自信啊 然后这个熟练度啊 然后整个给我们评委和观众的一些 带来一些这个观感 像这样子 每位选手的才艺表演都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对学生们的汉语表达能力 和出色的才艺技能赞叹不移 这场比赛让观众对中国武术 金剧和其他中华文化艺术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这个第一次 irm或面能看到 这些故事的样子 所以我感觉很乐乱 然后我感谢我能看到 有很多用途的價值 能夠深入探索的 關於中國的習近平 像歌曲 有在娛樂圈 我喜歡的娛樂圈 因為那是 香港的傳統 很久以前 很興奮 我們可以學習 變成新的一種 娛樂圈 因為它很可愛 很娇人 汉语桥比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和提升汉语能力的平台 不仅有华裔学生参加 还有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学生前来参与 这符合汉语桥的初衷 将汉语视为连接世界各族文化的桥梁 我们身处普通国家 从于你的看法 其实深海这一年